欢迎收看新闻英语解析 大家好 非常高兴又到我们新闻英语解析的时间了 那么这个时间主要是针对国内外重要新闻来再分析谱析 特别是国内大家所关注的焦点议题 从英文的角度一方面可以提升我们的英文阅读实力 再方面也更能掌握国内外重要局势 好的 先让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新闻英语解析的这个标题是什么呢 Ong San Suu Kyi Falls But Myanmar's Demarkety Hopps Move On 2021 December 7th The New York Times 好 那么这个标题让我们不禁 那么又回想起 之前我们也讲过有关于这个塔利班事件 也就是军人发动这个政变 军人出来掌权 那么在缅甸也是一样发生同样的事情 我们看一下 Ong San Suu Kyi 那么Ong San Suu Kyi Ong San Suu Kyi 那么FORCE就垮台了 本来这个FORCE掉下来 这个地方是垮台 政治人物倒台 因为目前他已经被捕了 那么在军方政府对他进行了多项的指控 那么如果这些指控成立的话 可能必须在狱中度过很长的时间 所以FORCE垮台 BUT Myanmar 但是是不是因为这个Ong San Suu Kyi的垮台 整个缅甸的这个民主运动就这样结束了呢 他这边有写个BUT MIRMAR's Demarkety 但是这个缅甸的这个demarkety demarkety非常重要 这个字形容是demarkety 叫民主的 demarkety 民主的希望的Moon on 继续下去 继续下去 就一个新的民主运动又开始了 好 那么这个是这个2021年的12月7号最新的一个消息 好 我们看一下 欢迎的Court 那么当了一个Court 这个Court这个字 这个地方当然是指法院 法庭法院 那么当然这个字我们以前介绍过 它还可以叫做宫廷 就是以前我们讲那个 王公贵族国王住的那个地方叫宫廷 那么还可以指什么场地 尤其是网球场 tennis court 场地 非常大的场地 所以它有各种不同意思 当然是这个地方是指法院 当这个法院在缅甸的这个法院 在礼拜一 前不久而已 在礼拜一 hand down 那么hand down就是 这个是一个片语 hand就是手 用手下来 这个叫做 由上往下传 传递 把它传下来 传下来 那么可能是传家之宝 或者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把它传递下来 由上来传下来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那这是指宣判 宣判 公布宣判 这宣判 这个宣判已经下来 the first sentence 那么第一次的sentence 这个所谓的 这个sentence 这个字 名词叫做句子 动词叫做判决 名词叫做句子或判决 那动词叫裁判 裁判 判定什么 sentence 真的很奇怪 这个字 因为我们国中学到sentence sentence 是一个句子 long sentence 一个长的句子 short sentence 短的句子 但是呢 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 在这个本文里面 它是指判决 判决 那么第一次的宣判呢 这个说说已经下来了 当然如果大家有看新闻的话 这个宣判好像第一次判四年 但是后来因为国际的压力 因为很多人都谴责 西方国家很多人选择 之后好像改判两年还是怎么样 这里面有一段详述 但是 这个只是其中一项 因为它后面还有好几项 所以全部如果成立的话 那可能就很可怕 那个就是被判要判很多年 很多年 那么这个 in the 这个Juntus 什么叫Juntus呢 这个叫军人集团 就一群军人所组成的一个 军人集团 那么这个是军政府 因为它这个 在这个缅甸这个地方 是一个非常spatial 一个非常 这个 它的这个政府的组织 有文人政府跟这个军方政府 共治 共治 那么当然这个文人政府 就是由民选出来的这些 比较属于民主派 就是由翁山书记所领导 那么跟军政府呢 它是一个联合 但是后来在去年的11月 国会改选的时候 因为这个翁山书记这个地方 好像获得大选 然后跟军人政府 这个获胜 这个翁山书记 这个所领导的一个政党 当时的执政党获胜 结果呢 就跟军方的产生一些冲突 本来他们是 本来这个翁山书记 这个是有妥协 这个跟军方政府 达成一个妥协让步 可是在国二大选之后呢 双方造成冲突 冲突之后 2月这个政府呢 这个军政府呢 就发动政变 那么当然翁山书记 就被逮捕了 所以这个是 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军人间 就是军政府 Lonelist 常常的一列的 这个所谓 Charge 这个字呢 动词名词都可以 叫做 指控 这个地方当然是指控了 在这个 法律上叫指控 那么他另外一个是叫 索价 向对方索取价格 这个叫Charge 那Against 针对谁 Against是对抗的意思 针对谁呢 Don Ong San Suu Kyi 就罗列的 长长的罪名 非常多的罪名 包括什么新冠肺炎 不遵守这个规定 然后这个竞选 或者怎么样 很多了 好几项 那么这个呢 Don Ong San Suu Kyi 那么一close 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把他这个判刑 这个情况已经结束了 这个It是指 整个前面这个情况 就是那个 这个军政府指控 然后呢 法院判决下来 这样的一个情况 已经结束了 终结了一个chapter 就一个章节 这个我们叫做 章回小说 章一章一回 那就是 那这是指一个 时代的一个段落 这个时代段落 什么是 你看这个有year year就时代 就是这个时代的 这个 这一段的 已经结束了 什么结束呢 weak 虚弱的 以及呢 compromise compromise 就是 这个本来 这个是一个动词 compromise P-R-O-M-I-S-E 这个是 很有趣的 因为这个 这个 promise P-R-O-M-I-S-E P-R-O-M-I-S-E promise promise 就是 这个所谓的承诺 那 compromise 就是共同的承诺 共同承诺 就是妥协了 让步 妥协让步 那么这个当然变成 形容词了 加ED 就是 妥协的 democracy 民主 这个妥协的民主 那么 Innerciest 在东亚 Soudeeastern Asia 东南亚 东南亚 不是东亚 东南亚 东南亚地区 因为缅甸是在东南亚地区 那么 Asia Soudeeastern Asia National 在东南亚的 这个国家 long rule 长期的被统治 这个地方动词被动 叫统治 被一个 military 军方 Fist 这个字 那么名词就是拳头 拳头 或者支配掌控 支配掌控的意思 那么就是用很大的拳头 来支配掌控 那么动词就是打的意思 那当然这个Fist 是指拳头 也就是军方的铁碗 在军方的铁碗的 这个掌控之下 那么 那为什么他说 他是一个虚弱以及这个 compromised democracy 因为呢 虽然这个 当时是一个联合政府 但是因为军方势力很大 所以在这个不得已的之下 这个翁山苏姬有对这个军政府做了一些妥协 好像军政府有去 镇压一些少数民族 还是什么样 这里面好像 后面有一段 一段这个 这个这个一个背景 那这个翁山苏姬迫于这个形势之下 有对这个军政府做了一些妥协 那么当时呢 他就好像失去了一些人对他的这个信赖 一直到他最近又被捕入役 大家又开始 支持者又开始出来 觉得他又又 所以现在也是造成很多的这个 这个缅甸很多的对他支持者的一个不满 那么就上街抗议什么 爆发很多的冲突流血 非常可怕 非常可怕 所以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他妥协在这个 所以最后呢 这个妥协之下的这个虚弱的这个 这个人民的政府 也被军方给彻底的终结掉 彻底终结掉 好 那么但是呢 already 那么已经有一个 但是呢 这个民主运动是 一波接一波绝对不会停止 你看这有一个新的demarketing 民主的movement 这个是一个行动词 民主的运动 新民主运动 那么has emerge 已经冒出来了 动词出现 那么这个地方呢 用完成式代表 从那个时候之后 就是垮台之后 已经有一股新的力量 抗衡跟这个军政府抗衡力量 又出现 这个出现 这个emerge 那么这个就是 这个所谓的 appear 或者是我们叫做这个 出现 come out 或者short up short up 已经冒出来出现了 人民力量是很大 你要强制把它压制的话 它就反扑 反扑说一波新的力量 就形成了 一波新的力量 emerge 那这股力量是什么呢 younger 更年轻的 more progressive 更加的这个 进步的 progressive 更加进步 那progressive 这个字也可以用progressing 因为这个字本来是动词 在ingprogressing也可以 更进步的 更convertational convertational这个是形容词 叫更具有对抗性的 更具有对抗性 更具有对抗性 也就是能够跟这个政府勇敢的对 对撞 对抗 那么 and ready to 随时准备要去什么 look beyond 它的看法超越 比一样是这个计息 只是超越 miss onsensuki for guiding 这个guide 本来是动词叫引导 这是一个形容词叫指导性的 指导 指导性的一个灯 就是说 他们呢 要超越 不是在 不在意这个 就是以前来讲 所以讲到民主在缅甸 就是以翁山苏姬为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方向 但是现在他们呢 觉得可能要再更加的 更加的 进步 更加的 强力 的一个 更大的一个 强烈的这个力量 所以就不再以翁山苏姬为 唯一的一个 他们可能自己 又创新的一个新的民主出来 就是超越 那么 hop 现在的希望呢 rest rest 就是 这个本来是take a rest 叫休息 这个地方当动词 叫做 寄托 寄托在什么地方 我们叫依赖 把它放在什么地方 依赖于一个 这个所谓的 immensely immensely 就是我们的非常的意思 extremely ex extremely 极端的 或者是very 就是very的意思 或者hugely hugely large 那么极端 immensely 非常非常受欢迎的一个 shadow government shadow就是影子 影子 名字 影子或者是阴影 那什么叫 影子政府呢 就是所谓的 秘密的 不是台面上 是秘密 秘密 也就是说他们 虽然是在这个 台面下 但是他们具有政府一般的功能 那么有自己的这个 行政运作 或者一些军队等等 就是秘密的 秘密的政府 government 这个政府呢 the form 形成了 已经形成一直这样 这什么之后呢 名字是 翁山苏基 members civilian civilian这个字 可以当名词叫做人民 就是百姓 但形容词叫人民的 以人民为主的 当然就是翁山苏基所引导的 是一股民主力量 人民为主的 就是文职政府 那么这个领导者呢 这个所谓的人民领导者呢 was detain detain 这个叫动词 就是被动 被拘留 被拘留 被逮捕 被拘留 被这个military 被军方 也就是军政府所逮捕 in the February First coup coup 他没有发 perting coup 那coup是什么意思 叫政变 也就是在2月1号的政变中 被逮捕 被逮捕 那么所以说 在这个时候呢 被逮捕之后 新的一股民主力量就出来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 现在人民很大的寄托 就寄放在 就是所谓的这个秘密政府 秘密政府 那么 这个呢 the challenge 但是这个政府的挑战 这个政府的挑战 immense 是巨大的 就是huge huge 好 那么这个huge 或者enormous enormous 或者是所谓的large 巨大的 对这个新的group 新的一群的这个领导者 这个新的领导 也就是大为人所熟知 以什么身份 就是这个新的这股力量 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 national united government 所以说这个民族 所以说这个民族 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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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te 团结 民族团结 government 政府 那么 这个many of whom 那么这个民族 民族团结 政府呢 就是在这个 这个温山苏西垮台之后 一股新的力量出来 一股新的力量 就是秘密政府 shadow shadow government 那么这个 这里面的很多 这个人员 都是呢 force 就是这个组织里面的 很多的人员都被迫 force 被强迫 去operate operate这个动词叫操作 操作 那么从什么地方做操作 from exile exile叫做 放逐 被驱逐 他们被放逐在各地 然后呢 在这个慌乱之中 非常困难之中 来进行这个操作 操作 对抗 这个政府 当然他们还结合很多的这个 民间的这些 对民族 所向往的人士 以及一些少数民族 共同来 要跟这个 所谓的现在政府 来加以 这个军政府 加以这个 这个 对抗 当然这个对抗 免不了 一定很造成很多的冲突伤亡 流血事件 所以这个 到底这个风波什么时候才能 平时也没人知道 就像当时塔利班 掌权之后 也发生很多很多的这个 这个这个事件 所以说我们生活在这个 现在目前这个台湾这个 自由安全附属的这个社会 大家应该心存感恩的心 看看整个国际局势 大家就知道这个情况 非常的这个 在这个我们要感到 非常的这个感恩 理智非常自主 好的 那么以上就是整个 我们今天新闻英语 所介绍的一个 整个国际局势的一个 这个整个新闻内容 当然整个这个 内容如果对大家来讲 是有帮助的 别忘了 订阅按赞分享 并随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以接受到我们 最新最新 心都不能在心的一个 这个影片讯息 期待下次新闻英语解析见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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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